坟这个字很容易给人一种不吉利的感觉,大部分国人都对此深深的忌讳,但是你知道吗?有一个城市却胆子很大,用坟字给一堆地方命名,听着就感到甚人,就在咱们北京,比如有公主坟,罗家坟,李家坟,索家坟,八王坟,铁石子坟,瑜伽坟小区,瑞王坟等等,数不胜数。 公主坟这个地方在北京复兴门,这里因为埋着两位格格,而出名,有说是庄敬何硕公主,嘉庆第三女,为何与皇贵妃所生,因清朝的组织,公主下嫁,死后不得入皇陵,也不能进公婆墓地,必须另建坟营,因此北京郊区有很多公主坟,因为何硕公主和顾伦公主是童年而亡,仅隔二个月,所以埋葬在一处, 罗家坟村在北京海淀郊区,是一个村庄,李家坟村也是位于北京海淀,一个村庄,北京是西直门桥,往北就有一处索家坟,索尼是清王朝初期皇太极和弗林两朝脱宫的老臣,索俄图是索尼的第三子,索家坟埋藏着故为索俄图,及其家族许多后人,八王坟听名字,就知道埋藏着的是王爷了, 是当年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英亲王阿基格的墓地,为太妃阿巴亥所生,英亲王阿基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,为什么会对他死后的墓地,称为八王坟呢? 这是因为阿基格在清朝初期开国诸王的排序中列为八王,所以对于他去世后所葬的墓地,民间老百姓一直俗称八王坟,并作为地名称卫,一直延续几百年至今 而亟、1960年百年至今